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产品 就是多款产品 但是一个品牌 品牌,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但其实是一个非常知心的 专业音响品牌 今年, 21 日, 尋常百姓家 有这个民用的产品 但民用得来也有些专业 我也挺喜欢专业音响的产品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你知, 美国的 Mackey Mackey Audio Mackey 这个品牌 其实成立了1991 年 其实他们已经很久了 专场是舞台音响, Mixer 都是一些专业音响的产品 DAW 的产品都有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他们三款 分别是不同类型的家庭音响产品 第一个, 这个是 headphone 这个叫 MP240 Hybrid 两个单元, 一个是动铁 一个是动圈 Professional In-Ear Monitor 有什么特别呢? 有的, 让我们开箱看看 一开, 我们看到通理键行 哦, 价钱也打算 16 音响, 非常容易推 频率响应 20Hz 至 20kHz 线长 1.5 米 这么长吗? 有不同的耳胶 有个盒子 我们开出来看看 就是 Carrying 盒子 完成 3.5mm Mini Jack 到 6.3mm TrS 转转大头 接着有耳面 有三款 任你选择 这边是 L 插 细型的 3.5mm Single End 线 比较硬身 但不算粗, 所以很容易走线 这个风比我想象中, 比较小 这个 MP240 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有物理隔音也挺厉害的 这个 IEM 的物理隔音是 40dB 玩具话说, 外面是 100dB 的噪音 你带着它, 好像一个隔音耳塞 就隔了 40dB 由 100dB 变成 60dB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随着沙嘴也不用害怕 这里是可以换线的 M-CX 扇击 通常价格可换线的 IEM 就是这样 香港的耳面不适合 不适合 太小了 大耳孔 隔音应该这一支 双层的耳面 便是最好的 哦哦哦哦哦 这条线是非常确定的 我相信即使你确定它 也应该捱得到几下 是很佳音的 很佳音 只是中度驾 不是大驾 因为它这个16 含 一圈一铁, 应该不难推 40W 很容易调出声音 首先第一件事, 物理解音箱很厉害 特别是用了这个双层耳机 一刺下去真是乳势隔绝 带着它, 别走着街 因为它隔音厉害 所以你不用开很大声 你就已经听得很清楚 低音是真的跟宣传所说的一样 低音很厉害的 很有刺感 它是真正正的监控器 所以中音高音都不会因为低音厉害而变少 而且三路都平均 控得很前, 你听得很清楚 作为监控器, 必须听得很清楚 一定能做得到 声音很重 所以如果你听一些电吉他 鼓声那类 很全身的音乐 就很个人, 很合适的 这个就是这副 IEM 的特色 可以换线 换线就是, 如果你觉得你的声音 可能它太猛 可能想收回收息 或者它太中性 你想更甜一点 你可以换线 因为它给你换线, 所以有很多换尾的地方 好, 这个 IEM 就讲完了 我们讲第二件 Next 第二件, 就是现在看到了 立即大件了很多 什么呢? 就叫做 Free Play 这个 Free Play 其实 也是很新的 你看到, 一看就知道是蓝牙喇叭 好, 开出来 试明书 鸡蛋壳 送你一块火牛 送你一个插头 好, 实物拿出来了 有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了 2.8A, 扣15 锅 输入当然是用Facial footage 18-204 咦, 怎样安装? 咦? 你还没见过这样的设计? 这样倒下去 OK, 总之就是这样安装 好像私生人面像 这样 好, 这个呢 这个就是 Free Play Home 这个 Free Play 有三款 一款 Free Play Go 最小的 Free Play Home 这一款 和 Free Play Live 有很多东西玩 下载它专用的 App 这个, 如果你是用 Home 的话 就没有什么特别教的 都是看着它的电量 有没有连接到 Auto Connect 如果你真的要试试它 又玩 EQ 又分松 又连接立体声 这样的玩法 的话 那你就要用 Free Play Live 那这个就好玩 那个好玩 那个是唱机神器的加强版 这个喇叭 前面你见到 就是有两个全音域单元 中间那个 是一个长方言的 是什么? 是一个很多蓝牙喇叭都会用的 是Passivator 加强低音 一般这些小小的蓝牙喇叭 一只Passivator 已经可以令到 很澎湃, 你看下去的尺寸 再大很多, 很厉害很多都可以 但这一只不止 这个是它连后面 后面也有Passivator 所以前和后 两只打抹一大一小Passivator 一起发工 低音是可以很厉害的 里面是有电池的 当然要充电 里面电池正常音量平均 它可以连唱18个钟 当然大声狂暴就不够了 机背 一个Aux-in 一个就是D-C-Inner 充电 另外有一个USB Port A 什么呢?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的电池很大 所以它可以帮你其他装置充电 可以有5W D-C 5W 的2.4A 这些玩具话说 Tapman 也能充电 这些玩具的话 合作的唐动 是 这些玩具 meat 他可以帮你 在柜台里面 在柜台里面 这些玩具 是 这些玩具 无法 这个是 新竞争 声音有点几点可以接受 因为很多蓝牙喇叭 普遍都会几厉 几点几点可以接受 声音很大 咪在上面, 我不是这样对着 对着应该还应 低音是很厉害的 这个喇叭的低音 的确做得很夸张 前面遮住, 看不到低音有多弹调 但后面这个 我看到它很开心的声音 如果你放在桌上 背部有墙墙顶着 我相信不同人说 别人都以为你穿了超低音 这个真的很厉害 厂方专装音乐的人去调声 所以, 两者全音泳单元 并没有高音不够 低音不够, 低音不够 低音一定够 也没有高音不够的问题 所以刚才 我将一个咪在上面 所以我这样来录 大家都可以听到 它的中高音 是相当之 调理分明清晰 是绝对可以听到的 基本上是好听的 所以, 打电话 或者是看电视 小听, 当电视喇叭用 或者是大厅做背景音乐 它都可以应付到 也算是不错的 好, 这个就差不多了 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到此为止 Next 最后这件, 大道理 大家差点见不到 就是CR4BT 现在看到BT 就知道又是Bluetooth 不过今次这个 就是大型喇叭 所以, Input 多很多选择 玩的地方 玩的地方 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玩的 高质量驾驶 4吋 低音 0.75吋 半球仔思摩高音 Smooth Wave Guard 因为它有一个短号角 令到声音质量性高 以及中高音非常清晰 蓝牙 可以接爆到 On Off Wallum 很容易控制 Aux Input 有Analog Input 有Headphone Out 可以当它是Headphone M 用 都可以 好 喇叭就出来了 OK 有线 3.5mm mini jack 立体声RCA 有一条喇叭线 为什么会是一条喇叭线 而不是一对喇叭线 因为 跟一些家用的有缘喇叭一样 你不需要付两个电 你付一个电就行了 M 都在这里 你这里付电 接着 一份M 直接推这一只喇叭 另一份M 你自己推一条喇叭线 从这里 这个位置 接着到这里 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会比较重 这个会比较轻一点 有一组立体声RCA 输入 有一组就是 这个 这个是Line In 其实是6.3mm TRS 的插头 但在专业世界 这个不是耳朵 而是Line In 一般这些喇叭 如果有人玩我也知道 通常这一只 一定是右边的 不能选左边的 或者是左边不能选右边的 一会儿 你的喇叭这样摆 电键在那边 或者是那边 你不就是左右调砖 这个按钮给你教 左右 就立即自行调砖 这个是一个实际 很好的设计 前面 这里 开关键 也是这样 一部分开了它 前面有两个孔 一个是耳朵 3.5mm mini 出来的 一个是耳朵出 一个是耳朵出 一个是Aux In 刚才一只都这么大声 这个两只更加大声 而且你可以拉得很阔 所以听起来的屏幕会漂亮很多 適合打机 適合看器 应该是那一只 因为低音很厉害 以及音量很大 以及中音都挺RAW 所以 Gaming 、看器等等 那种感觉 简单来说 你拿去搏电视 它都可以有差不多的CM 这个就是CR4BT的特色 好了,今天跟大家介绍 Maggie 一门三件 它们是适合家用的产品 大部分都是专业的产品 三件产品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拍片的朋友 请点赞我 还未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频道 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 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下次再跟大家介绍其他新产品 不过不用太多 因为遮到爆了 下次再见 拜拜